皇上 臣妾正在想 再過幾天就是您的壽蛋來 每年萬壽節 都是由光禄寺承辦壽宴 千篇一律 不過今年就要臣妾來操辦此事 也好讓您換個口味 不知道皇上是否恩准 這個嘛 啟稟皇上內務府生大人求見 宣 喳 奴才叩見皇上 叩見冥妃娘娘 朕給你的三日期限明日就到期了 你的贈載款湊得怎麼樣了 回皇上 奴才就是為此事來禀報皇上的 奴才已經在內務府四處查賬 在廣楚司、掌儀司、營造司、慶豐司 四處調集銀兩 這樣總算藤挪出了八十萬兩 待皇上批揍以後便可以發放賞乾兩地了 太好了 你辦事雷厉風行提前一天就把事情給辦妥了 朕心裡這塊石頭總算落地了 皇上真是憂國憂民、心細百姓啊 既然這麼一大裝飾都辦妥了 您就要好好地慶賀一下您的壽蛋了 難得你對朕一片好心呢 那這次壽宴就由你操辦了 謝皇上恩典 恭喜生大人、賀喜生大人 許從何來啊 皇上答應讓冥妃娘娘籌辦壽宴 這不就是件大喜事嗎 這可真是件大喜事啊 不過皇上剛從內務府挖走了八十萬兩銀子 你該怎麼幫寧妃娘娘辦壽宴 心裡應該清楚怎麼做吧 清楚、清楚 陽毛出在陽身上 大人放心 奴才一定把贈災的款項 一票給撈回來 小豆子 爹 這豆芽摘得怎麼樣啊 爹 您看爹這成嗎 我不是跟你說過嗎 這豆芽得抽了心 去了牙頭 這才能不帶腥味嗎 重新摘 是 小豆子 粥熬得怎麼樣了 好了爹 你看這粥蟲蟲嗎 爹,您看這粥蟲嗎 這味道還不錯 再稍微加一點點醋 爹,您是說往這粥裡面加醋 沒錯,加醋 知道這叫什麼嗎 不知道 這叫神仙粥 爹告訴你吧 以糯米補養的為君 以蔥薑去散的為塵 這一補一散的 再加上一點點醋這麼一半 那是有病的可以治病 沒病可以養人哪 這是爹在江南學來的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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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姆 你跟我來 阿姆 你從江南到京城多久了 你跑到哪去了 怎麼到今兒你才回家呀 我去跟朋友研究一下廚藝 混賬 你是个贝勒 不是个厨子 阿玛 我给你的孙子兵法都读过了吗 还没 我苦口婆心的跟你说过多少遍 福家是武将出身 列祖列宗各个带兵打仗 封王败将 可现如今 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一个败家子 阿玛 这三百六十行 那是行行出壮人 再说了 我要能把厨艺练好的话 我不一样可以功成名就吗 废话 做厨子 顶到头了只是个四品 你一个辈子 终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这将来怎么能够得到皇上的器重啊 阿玛 能让皇上器重不器重的倒不重要 只要能让我当上掌膳大臣就行了 怎么说来说去你还是想做厨子啊 我告诉你 你趁早给我死了这份心 从今儿起好好地多读几本兵书战策 不做到滚瓜烂熟倒背如流 你休想迈出大门一步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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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啊 我 我想 来啊 把我的鞭子拿来 阿玛 王爷 王爷 宁妃娘娘派人传扶贝勒进宫 宁妃娘娘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敢回去背教啊 阿玛 那我赶快进宫了 来 孙乐科 冒冒失失的就把贝勒爷给请来了 贝勒爷可一见怪啊 娘娘 这为皇上办寿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娘娘能想到微臣 这臣感激还来不及呢 既然刚才说到了寿宴的菜式 臣看娘娘也不必为这件事操心了吧 您就把这事交给臣 让臣做寿宴的主厨 到时候臣保证娘娘能在宫里边 为皇上办一次漂漂亮亮的寿宴 真的吗 娘娘 您就算不相信微臣 您也该自己想一下 这寿宴这么大的事 咱们就说光桌子的摆设 还有装扮一些陈设的东西 再加上您还操心去选菜啊 选品种啊 这么多烦心的事一定会让您心烦的 万一您要是操劳过度的话 这皇上也不会饶了我们的 臣看娘娘您就不用再操心了 好是好 可是你身为贝勒 让你屈尊屈做主厨不太好吧 屈尊 这位皇上办寿宴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啊 何谈屈尊呢 娘娘您就不用再操心了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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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妃娘娘有旨 命福贝勒为皇上寿宴主厨 在筹备寿宴期间 金领御膳房 哎呀 这回祖算是来的时候要来 跟他说说就不会让我做菜了 你们都听到了吧 再过粤鱼呢 就是皇上的寿蛋 宁妃娘娘想打破陈规 在寿宴上为皇上献一些新菜 所以本主厨 命你们美味拿出两道自己的拿手菜 都是以前从未做过的 咱们登记造册已被筛选 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男儿 带他们去登记 是 这下可以大显身手了 这不是张公关吗 贝勒爷 这大伙都在那忙着写 你干嘛去啊 贝勒爷 我还不是做菜的师傅 寿海让我先打打杂 打杂 这也太委屈你了 我去跟他说说 不不不不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从底层做起 也算是脚踏实地嘛 这也太委屈你了吧 你也太谦虚了嘛 这皇上跟娘娘都大赞你的厨艺 我还想跟你学两手呢 你那三道菜是怎么调的料 怎么烹制的呀 不敢当 不敢当 这厨艺的事实在是不敢当 您要说宅菜喜菜 还能稍微切磋一下 贝勒爷 你看 这御膳房里头人才济济的 您还是找其他人吧 那这么说 你就只是一个打杂的 对对对 那你就跟着我吧 我让你干什么 god god 咱呐 万为万 万为... 请问 这儿的老板叫礼天洋吗 客官 你找我们老板有什么事吗 谁啊 李大叔 你 李大叔 姑娘 使不得 使不得 你是 我是吴立章的女儿 喜梅啊 你是喜梅 这皇上的寿代 是三大节之一 非常重要 而且那天 有文武百官都来朝贺 所以你们千万马虎不得呀 到了那一天 要按照这些人不同的身份 制定不同的菜式 王爷 大臣 后妃呀 所以要求你们 一定要非常地认真 还有 你们一定要熟练地掌握 每一道菜的做法 幸亏我不是主厨 要不然就露相无疑了 张总乖 过来 这是刚才他们登记的菜式 你来协助我做一遍 您为什么要亲自做呀 您为什么不让他们做呀 不亲自做怎么学得会呀 学 原来你想偷学他们手艺 胡说 我身为寿宴主厨 我怎么能不会做菜呢 否则我怎么能称得上是寿宴主厨啊 正好我也借此机会学一学 这么说皇上给你们吴家平反昭雪了 你爹若是能够全下有知 死也就明目了 李大叔 您是我爹的结拜兄弟 生死之交 这些年一直没有您的音讯 这次我从苏州回老家 本想为家人修坟守孝 没想到主坟已经修气一心 惊人大听才知是您所为 这次我到京城 是特地来感谢大叔的 我在京城略赚了些钱 想到你们吴家被诛灭九族 那时候还不知道你已经逃脱了 料定无人料理后事 便去了一趟 喜梅感谢万分 反正我也没有其他亲人 做这点事情不足挂齿 你既然来到了京城 不妨就多住些日子 一切就由大叔来安排了 张东官 这豆芽啊 要掐头去尾 当中抽心 掐头去尾 当中抽心 这是宅菜啊 这不成了绣花了吗 这宫里菜 讲究的就是严谨细致 那把这些菜摘出来 就得花一天的功夫 别的什么事都别干了 那你去切土豆丝吧 这个我拿手 你要醋溜啊还是要清炒啊 等等等等 皇上从来不吃寡妇菜 什么叫寡妇菜啊 这寡妇菜啊 就是宫里的菜呢 一定要切记 千万不要在选料上特别单一 至少是一个或者两种以上 拼制而成的 那就外加一个胡萝卜 土豆丝炒胡萝卜丝总成了吧 很鲜艳的 两丝混炒这个不易造型 而且御膳装盘的时候呢 讲究的就是圆润饱满 松散浑源 那就土豆炒茄子 够浑源了吧 两素搭配缺少营养 所以呢 土豆跟茄子 需要跟鸡肉或者猪肉同煮 互相借味 这样才能成菜 哎呀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哪那么多破讲究啊 这宫廷御膳 在选料加工上 还有这个取名与成器上 搭配上 都是有严格的规定 不能随心所欲 就比如说 选料这一项吧 就要看产地 要看质地 要看大小 甚至还要看部位 皇上吃的熊掌 鹿绒 必须要东北的 海参鲍鱼 鱼翅 要山东的 食鱼要镇浆的 银耳要通浆的 还有这鹿绒 要取半寸以下的 这个鲤鱼呢 只用一斤半重的 等等 你说那么多 我也记不住 你也说得口渴了 吃个苹果吧 来来来 喜梅啊 这是我店里的伙计 叫德宝 德宝啊 这位姑娘叫喜梅 是从我老家来的 这次啊 要在这里多住些日子 你呢 去收拾一下房间 是 李大叔 来之前 我只听说 您在京城做小本买卖 可我看这间铺子的规模 并不算小啊 好啊 还可以吧 您是白手起家 两三年的时间 就开了这样的店铺 真是经营有方 生财有道啊 这在京城里啊 算不了什么 西梅啊 你先歇着 我到后院去看看货去 东官啊 我看你对这宫里的规矩 实在是知道的太少了 要不这样 我也不为难你了 你去准备一下九龙河吧 请教贝利 什么叫做九龙河啊 九龙河你都不知道啊 九龙河呢 也叫九九河 这是每逢万寿圣洁的时候 臣子们进献给皇上的东西 里面有蜜饭啊 鲜果啊 熏鸭啊 熏肉啊 反正加起来是二十七种 一共三合 加起来是九九八十一种啊 请教贝利 为什么不是八八六十四种 偏偏是九九八十一种呢 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 天地之术始于一中于九烟 所以这些臣子们把贡品 以最大的数字呈献给皇上 表示祝皇上万寿无疆啊 那请教贝利 皇上吃了那么多熏机熏鸭 乱七八糟的 他还吃得下寿宴吗 这些贡品皇上也不一定都吃嘛 那请教贝利爷 既然皇上不一定都吃 为什么还要做这么多呢 那是为了摆摆样子 那再请教贝利爷 这样的话岂不是很浪费吗 你真够疯的 你也吃个苹果吧 这宇宣房真不是人带的地儿 先来个寿海给我使伴儿 现在又冒出来个伏贝了 整天折磨我 不行 下次再见到皇上 一定得跟他提议 跟美美赐婚的事情 美美啊 美美啊 我的美美啊 这是皇上受担所需的干货 受公公交代都在你这儿进 那谢谢公公了 这上面写的货品 你都看清了吗 看清了 看清了 比如这木耳 香菇 甘笋 都什么价钱啊 木耳 甘笋一两银子一斤 香菇呢 是八钱 木耳 甘笋一斤十两 香菇八粮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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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按老规矩办 好的 好的 一切按您的意思办 张德哥 张德哥 你看看 这菜我呢 我们干就行了嘛 您是受过皇上疯上的人 怎么能干这个呢 来来来 坐坐坐 这多不好意思啊 坐了嘛 坐 这多不好意思啊 坐 坐 在这里干活 我在这里喝茶 磕瓜子 我多不好意思啊 我心里会过去不去的 是 我们来 我说啊 别呆了别呆了 把这些都扔出去 瘦公公 为什么呀 难道你不知道吗 宫里吃的菜料 每天都必须是新鲜的 这些菜坏了你不懂吗 把屋里的抬走 这些也都抬走 等等等等 我是厨子 我怎么不懂啊 你才不懂啊 你看看 这个菜外面的叶子呢 是不行啊 赶紧把它剥掉了 剥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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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头还是新鲜的 我不管在里面外面 只要有一点不好 就全都不好 太夸张了吧 这么多菜都白白地扔掉了 这多浪费啊 你管多少钱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皇上说内伍子是他的心病 原来御膳房就是这么浪费 我没什么意思 我就说这些菜不能扔 因为这些菜 都是用白花花的银子买来的 扔这些菜就是扔银子 就是浪费 就是给皇上添赌 这跟皇上有什么关系啊 这跟皇上当然有关系了 皇上他不喜欢铺装浪费 你就最好省着点 你浪费皇上的钱 就是浪费朝廷的钱 浪费朝廷的钱 就是浪费国家的钱 浪费国家的钱 就是浪费老百姓的钱 浪费老百姓的钱 就是浪费我们大家的钱 你们说对不对 对对对对 反了反了 你们是什么身份的人 敢跟我这么说话啊 什么身份啊 我管皇上叫皇老哥 你说我什么身份啊 再说了 谁能替皇上解难 谁能替皇上分忧 谁就是大个儿的 你少拿皇上押人 你以为我治不了你啊 来啊 把张东官给我打下 别动别动 我打你个笔 上啊 来啊 别动了 来啊 来啊 去吧 来啊 来啊 去吧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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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呀 攘了给我住手 亲自来去吧 您放心 李老板 店里来新人了 这是我老家来的亲戚 喜梅啊 这位是宫里的蛮公公 蛮公公好 好 多个帮手 你的生意肯定更红火 托公公您急言了 我送您啊 您慢走 御膳房的厨子和太监在宫里打架 成何体统啊 因为什么 皇上 这个寿海他扑招浪费 小人家劝他节俭一点 替您分交 结果他就打我 皇上 奴才冤枉啊 这小子口口声声说 他是您的兄弟 在御膳房里横行霸道啊 我哪有啊 撒谎不理 行了 赶紧来说 一个一个说 寿海先说 皇上 奴才今天在御膳房里 发现一筐萝卜白菜已经坏了 奴才心想皇上 娘娘 皇阿哥 吃的必须是干干尖尖的 稀尖尖尖的 所以就按宫里的规矩准备给扔掉 可是这张东乖啊 愣把奴才给拦下了 故意找茬 扰乱御膳房 他 他罪该万死 皇上 您说是不是啊 张东乖 是这么回事吗 皇上 小人是新来的 不懂得宫里的规矩 但小人可是凭良心说话 这寿海简直拿您的钱不当回事 您看看 这是坏萝卜 这萝卜要是让小人给您做 照样给皇上 娘娘 皇后子 做出一道一道的美味佳肴来 这萝卜 这萝卜还能吃啊 就准备扔了 这一只菜多少钱啊 一百六十两个银子呀 多少 一百六十两个银子 你唬谁呢你 皇上 这明摆着是在蒙您的 这青菜萝卜能值几个银子 您记得过小 给小人五钱银子 我给您买一车青菜萝卜回来 你别胡说了 给皇上吃的萝卜 那是一般的萝卜吗 那怎么不一般了 给皇上吃的萝卜 是从树上长出来的呀 皇上 您别听他胡说八道的 哪有树上长萝卜的呀 给皇上挑的萝卜 那是千里挑一呀 一样大 一样沉 一样白 一样嫩 一样新鲜 还不能隔夜 还不能有八了 这些萝卜得需要多少车的萝卜 才能挑得出来呀 他长得再大再壮 再白再嫩 他长得跟西瓜似的 他也是个萝卜 皇上 明明值五钱银子的菜 可他花了一百多两银子 这是什么 这明摆的就是在黑您的银子呢 皇上 给奴才一千一万个胆 奴才也不敢呢 双文 那五五福给御膳房 每个月拨多少银子 每个月拨九千二百七十六两 三钱五分 九千二百七十六两三千五分 不 九千二百七十六两三千五分 对呀 怎么着 张东国你是认为内务府的银子是拨多了 皇上 您不是拨多了 您是拨太多了 您要是信得过小人 给小人拨一千两银子 小人一定要公比上上下下 老老少少 每个人吃了开开心心 舒舒服服的 你胡说 那人参陆融 灵芝雪莲 鱼翅熊掌 干贝叶窝 一千两银子 能买得到吗 别跟我说话 我还懒得理你呢 我还没问你呢 那九千两银子到底花哪去了 皇上 这里头肯定有猫腻啊 嗯 什么猫腻啊 小人是听宫里头一个御厨说的 反正是有猫腻 听来听去你们俩人哪 一个是仗势欺人 一个是胡搅蛮缠 啊 总而言之在宫里打架私事 就是罪不可恕 朕念你们是初犯 打板子就免了 罚一年兴奉 谢皇上 可是皇上 遇险房的事您就不 嗯 皇上 可恶 幸亏皇上没相信他的话 否则 咱们全都晚了 你以为皇上 真的不相信他的话吗 我看这事未明 皇上非一般人可平 现在 一切都要小心为妙 这 哎呀 哎呀皇上为什么不问清楚这件事 难道他不相信我说的话吗 哎 哎呦 你老哥找你 啊 晚上老地方见 老地方 哎 你就在外面守着吧 这 находится 走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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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皇上 算你聪明啊 朕还一直担心你不明白呢 明白 怎么能不明白呢 您不是我皇老哥吗 皇上 今儿小人进来的时候 外面怎么没侍卫啊 叫人直开了 还是皇上想得周到 知道朕为什么 今天悄悄把你叫来吗 知道 肯定是为了白天御训坊的事 小人琢磨着 你也不能就这么算了 御膳房浪费和贪污之事 你果真不是信口开河 当然不是 这儿没外人 当着朕的面可得说实话 小人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这是朕调来的御膳房 禁菜账册 朕看过了 你也看看 看看 白什么什么十五斤 什么豆十五斤 木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呀 不识字啊 皇上 您还是甭让小人看了 这除了数目字 小人还真不认识几个字 您看出什么问题了没有啊 没看出来 您都看不出有什么破绽 小人就更甭看了 不过 寿海他们真的是有问题 他们报的菜价太离谱了 那菜根本就不会这么贵的 他们肯定在暗地里 不知道黑了您多少银子呢 照你这么说 这帐策上是天衣无缝了 那问题一定出在底下 对 这御膳房里头肯定有问题 幸亏你及时发现破绽 不然他们这些人 还一个劲地蒙震呢 不过发现了问题 这么嚷嚷也不是办法呀 小人明白了 怪不得皇上今天没有至尊受害 原来您手里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他如果再想狡辩抵赖的话 您就拿他没办法了 皇上您放心 小人替您去找证据 这次你腰牌一块 有了这个就可以自由出入宫门 谢谢皇上 谢谢皇上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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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回了菜价 看那个手还怎么回 哟 这位爷您来点什么呀 我老兄啊 你这白菜怎么卖的 您要白菜啊 一两五一颗 怎么这么贵啊 都这么贵啊 你呀 三金并 别买他们家菜 才抢钱哪 哎 兄弟啊 你这白菜怎么卖的 您要几颗 都买算便宜点 一两五吧 你也卖一两五啊 你们怎么都市值大开口啊 钱贵啊 我昨儿还卖一两六呢 那这个呢 一两二一斤 那茄子呢 八千 哎 买菜那行吗 那茄子还不错 很新鲜 嗯 是新鲜 哎 大婶啊 您这些菜多少钱买呢 她卖八千一斤 这些都是她送我的 账柜的 这么贵的菜 您就随便送人呢 她是我丈夫娘 你管得着吗你 坐了坐了 全都封了 小兄弟 我已经你半天了 你光在这儿问价 你也不买菜 还骚扰别的买主 哎 我说啊 你是不是想诚心捣乱啊你 你是谁啊 哎 我呀 我是这儿的摊头 这儿的菜饭哪 都听我的 我啊 管整个菜场 哎 你 叫我留头就行吧 留头是吧 你来得正好 我正想问问你 你这菜市里的价钱 怎么都这么贵啊 而且所有的菜饭 都跟商量好一样 价钱全都一模一样啊 是我给他们定的规矩啊 菜价一个样啊 免得他们互相抢生意 哎 哎 至于你说的那个贵 哎 那可真是一点都不贵 啊 这可是京城 天子的脚下 不比其他的穷乡屁壤啊 是不是啊 哎 你看这个白菜 今儿早上刚摘下来 还水灵灵的呢 嘿嘿嘿 它再水灵灵 它也是颗白菜 一两五啊 能买熊掌啊 嘿嘿 你逗我 一两五能买的熊掌啊 哎 你给我来十只 神经病 全部都是神经病 嗯 嗯 你小样的 你敢跟我 不错呀 戏眼的不错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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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东官 喜梅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不是回老家了吗 你怎么做老板娘了 什么老板娘 这里老板是我爹的结伴兄弟 我是来看望他老人家的 那你来了也不跟我捎个信 再怎么说 咱们也算是换男兄弟吧 真不够意思啊 我才来没几天 你在宫里面待得怎么样啊 马马虎 喜梅啊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李大叔 李大叔 这位就是曾经帮助过我的张东官 听喜梅说过 鱼藏剑 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就一身正气 行侠仗义啊 李某佩服佩服啊 一般一般 我这人天生就是热心肠 我自个儿都管不住自个儿 一点办法都没有 小兄弟啊 这次到京城办事 如果没有落脚的地方就在我这儿了 皇上啊 早就把他从苏州带到宫里去了 他现在啊 在御膳房当厨子呢 御膳房 嗯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经常能见着皇上 没事呢 跟皇上聊聊天 说说话什么的 你们哪天要是想进宫玩 你们就尽管跟我说 随时随地的我就带你们进去玩了 哦 不用了 喜梅啊 你招呼着朋友 我还有事儿啊 嗯 东官啊 你刚才进来的时候要买什么东西啊 没有 我是来问问榨钱 嗯 你们这儿木耳啊 干贝啊怎么卖啊 这木耳啊 十两一斤 干贝嘛 十八两 嗯 多少 你疯了 你们这儿是干货店 意味珠宝店呢 小兄弟啊 你肯定是御膳房的行家 你看看这货呀 你们价钱做什么 没事儿 我办点工事儿 那你们忙吧 我先走了 小兄弟慢走啊 特宝跟我上货去啊 好嘞 毕大叔 你刚才 为什么要把木耳和干贝的价格 提高十倍啊 哎 这个小兄弟啊 是宫里来寻价的 咱们做买卖不容易啊 这宫里的钱 我想多挣点啊 啊 这京城里的菜料 怎么都这么贵啊 怎么 我看随便捡个烂泥吧 都能吃个三五两 行吗 老家 老家 人家 难道不是受牌有问题 是我有问题 老板 还有事儿吗 没事儿了 你早点歇着吧 老板 你也放点歇着啊 喜梅姑娘啊 还没睡呢 我想我爹我娘了 睡不着 夜深了 小心着凉 得宝 你的父母家人呢 逃难的时候走散了 幸亏老板收留了我 那你来礼稷有多长时间了 两年半 那你跟着李大叔做干货买卖 一定学到不少东西吧 嗯 老板为人好肯教我 我看这干货买卖好像挺赚钱的 几年的时间就能发家致富了 还可以 可是 我觉得这店里的客人并不多 难道李大叔还有什么别的经营诀窍 还给宫里做点生意 给御膳房供货 宫里的钱很好赚是吧 这个 我也不知道啊 喜闻姑娘 我先睡了 你也早点歇着 李妞 你不是没看见她的脸色 她得是个好看的 是啊 谁让她跟咱们过不去 就是 孙悟空封了个毕马温 他还真以为她是多大的官呢 就是 没错 这回 要让她知道知道 这宫里的差事 不好办哪 就是 张爷 您来了 您寻回的菜价 必定比我们便宜多了吧 您说个地价 是菜市还是铺面 我们立马去吧 时候差不多了 来呀 在 给皇上备膳 这 张东官 你这冲谁啊 我不冲谁 那就好 我们可是等着你买的又便宜又好的菜呢 我没买 怎么着 这天底下 原来也有你张东官办不成的事啊 要是耽误了皇上用膳的时辰 那可是死罪呀 我可不敢像你那么玩忽指手啊 来呀 这是什么 菜呀 今天就请你这张旦御厨亲自给皇上备膳 你 可这个菜根本就没法吃啊 这可是按照你的要求 买的便宜菜呀 成心是不是 现在御县房的头 可是你哟 那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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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不出来了 御县房的头就是我 怎么了 张东官 你这是干什么 我打苍蝇 不行啊 哪还有呢 这边这边 干嘛呢 打苍蝇呢 打什么苍蝇 走 松开 走 松开 你松开 干嘛 还干嘛 找你就有事 走 大帝国 你把我叫出来干什么 干什么 这御县房 归谁管你懂的 归我管的 皇上说了御县房归我管的 我可不得好好管管他们 御县房是归你管了 可长官房处还在人家手里攥着呢 什么长官房处 你瞧瞧 这说了半天你都不明白吧 你以为这个御县房管事的头衔有多大呀 头衔不大 就管那么一摊事 就是管做菜的事 没错 你只管做菜 可这买菜贡菜的事 你可就管不着了 宫里头那么多的人就离本事大 这什么破贵鱼呢 我一个做菜的 我管不了买菜的供菜的 你还以为呢 这负责宫里膳食的那是内务府和光禄寺 你负责的这摊 只是内务府手下的一个御膳房 这哪跟哪啊这是 这儿跟这儿啊 你听着啊 他负责膳食的那是御膳房 另外还有一个长官房处 这个长官房处现在在人家寿公屋手里攒着呢 人家说了算 你算老几啊 人家才是真正管事的 闹了半天 我这御膳房 还没他那儿的长官房处大 不是 你想什么呢你 你扒拉扒拉手指头算算 你手底下一共有多少人 我扒拉扒拉手指头算算 我这里里外外加起来也有四五十口子呢 不少了 哈哈哈哈 小贼 你听着啊 我给你念念 长官房处 下设 是吧 郎中 原外郎各一名 人家都是五品 你几品 没品 还是的 贴士八名 政府领馆六十名 内领馆二十名 另外 属下素拉 那就是四千九百五十个 什么叫素拉 哎呦那就是杂业 哦 这么看来 他的长官房处可比我这御膳房 人家旺啊 何之之旺啊 咱御膳房就管这一房而已 长官房处下设官三藏 转四官内所需 米 面 盐 糖 醋 油 等主食和调料 光米仓那就十二座 还有呢 九醋房 内外波波房 菜库 柴库 炭库 茶库 这些个都归寿公公管 小小的御膳房管师 你扒拉扒拉手指都算算 你算老几 你说的都是真的啊 我大铁锅是谁啊 啥 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了 我告诉你啊 人家现在可是宫里的大同管 除了皇上 太后 皇后 就属她说了算 那她就可以仗势欺人了 欺你就欺你了 是吧 俗话说得好啊 人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小贼 学着点 那不行 我得罪都得罪了 我将要不去找她 她明个后个更加便等家里欺负我 过两天 烂菜蔫菜都不给我了 不是我跟你说半天 我白说了我 万丈 那 你本事的 你自己去 郭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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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奉福贝勒之命 来请一位张东官张公公 什么 张公公 谁是张公公啊 说清楚谁是张公公 张公公 你先忙着 我走了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这是张公公啊 再说 我 我找张 张东官 张大爷 妈的 阿猫阿狗都跟我过不去 这狗里真是没法带了 张爷 干嘛 福贝勒要演练寿宴的菜 让您给送筐新鲜蔬菜过去 没有 跟我来 怎么去了这么半天还不回来呀 哎呀 当着你们拿菜呢 放这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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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 走